三国最忠义的名将,只有这七个人,其他人不可相提并论,三国演义中,吕布永武天下无双,令很多人钦佩,正如古人所说,千足以德,以将难求。 相对于勇猛的武将而言,忠义的将军更是难能可贵,可以说忠义二字贯穿了整部三国演义,这种优秀的人格没有任何一个主公不喜欢,不为名利所动,能为主人舍生忘死。 这样的人,三国中前七名都有谁?以下一句演义做简要分析,排名第七的便是典维,典维在三国中的名气,可谓是非常大,在民间版的三国,24名将中,典维甚至排在了第三位,位置非常高。 事实上,典维除了战斗力比较强之外,他的忠义之心也足以感动众人。 当时,曹操征讨张秀,张秀原本已经投降,结果曹操霸占了张秀的审慎,令张秀非常难堪。 于是在贾许的谋划下,张秀开始了对曹操的袭击。 由于张秀的行动太过突然,曹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,差点就栽在了张秀手上,幸亏点为忠义,死战不退,最终才为曹操争取到了逃亡的时间。 三国制,为以长级左右击之,以插入,者十余茅摧,左右死伤者略近。 为背书失创,短兵接战,贼前驳之。 为双斜两贼击杀之,于贼不赶前。 为父前突贼,杀树人,遭重创,称勿大骂而死。 面对张秀军队袭击,点为没有后退,率领侍卫死战。 即便身中树枪,也没有丝毫拘异,最终瞠目大骂而死。 此等忠义之心,令众人惊叹,钦佩。 排名第六的便是廖化。 说起廖化,大家就会想起这么一句俗语, 蜀中无大将,廖化作先锋,似乎廖化非常不堪。 实际上,廖化军事能力还算是不错的, 虽然比不上冠与张飞这种顶级名将, 但整体表现仍然是有值得称赞之处。 而且,除了个人能力,廖化的忠义之心也足以感动众人。 关羽发动相反之战时,孙权偷袭了荆州, 导致关羽身死。 荆州大部分归属于东吴, 原本归属于关羽的军队也成为了东吴的俘虏。 当时的廖化也在这批俘虏之中, 不过他却并非真正地投降了孙权, 而是用诈死之计骗过东吴,偷偷地逃回蜀汉。 三国治,羽败,蜀吾, 思归先主,乃诈死, 识人未为信然, 因挟持老母昼夜悉行。 从公元219年兵败, 廖化开始准备逃跑, 到公元222年, 廖化在紫归和刘备相遇, 这中间, 廖化带着老母亲走了两三年, 可见路途是多么的凶险, 需要时刻提防东吴的察言。 不过廖化的忠义也算是感动了天地, 最终成功地回归了蜀汉, 并在蜀汉做到了高位, 也算是得到了一生荣华富贵。 排名第五的便是高顺, 高顺是吕布手下的中郎将, 为人处事清廉谦逊, 并且在军队中颇有威仪。 他所统领的军队, 也是吕布的精锐之师, 号称县阵营。 高顺经常向吕布进宪中演, 但是吕布虽然知道高顺的忠勇, 但却不能人尽其才。 高顺随吕布征战四方, 从来无怨无悔, 他的直属部下就有七百余人, 铠甲整齐, 军纪严明, 号称千人。 可以说, 高顺率领部队征战, 能够很快地攻克敌人的阵营, 可谓是战无不胜, 攻无不克。 建案三年, 一百九十八年, 吕布投靠袁述, 因买马与刘备发生矛盾。 吕布便派遣高顺, 张辽击败刘备。 刘备万般无奈下, 只能投靠曹操, 曹操命夏侯敦救援刘备, 但是也被高顺等人打得狼狈而逃, 夏侯敦因此还失去一只眼睛。 同年九月, 曹操亲自东征吕布, 吕布本来想偷袭曹操两道, 因顾忌高顺与陈公不合, 再加上貂蝉也害怕, 二人呈吕布走之后谋反, 吕布错失良机。 十二月, 曹操攻取下批高顺, 陈公被侯承, 宋县未许捉拿, 吕布被迫投降。 白门楼上, 曹操部下将陈公, 高顺等人压到曹操面前, 曹操本来想招向高顺, 但被高顺断然拒绝, 高顺的忠心由此可见一般, 相比较吕布跪地求饶, 高顺真的是大意凌然。 可以说高顺, 算得上是三国的忠义之士, 忠义将军排名第四的, 要数张润。 张润虽然门底较低, 但是也算得上是世家, 年轻的时候就有一身好本事, 他是东汉末年, 一周目刘章的部下, 被任命为一周从事。 建安17年, 212年, 刘备进攻刘章, 为夺取一周攻占福建。 第二年, 刘章派邓贤, 张润, 冷包吴义等抵抗刘备, 但是他们都不是刘备的对手, 都被一一击败。 张润等退守免主, 刘章闻讯大惊失色, 急忙任命李延为护军, 同意指挥各路人马。 但是, 刘章却没有选对人才, 李延很快就主动投降了刘备, 张润并没有放弃, 而是和刘章的儿子刘群退守落城。 刘备率军为城, 张润出城与刘备军队大战于烟桥, 张润因寡不敌众, 兵败被俘虏。 刘备很欣赏张润的忠义之心, 并且主动劝说张润投降, 但被张润果断拒绝, 声称忠臣不是二主。 刘备无奈之下, 只能杀掉张润。 由此可见, 张润在刘章穷途陌路的情况下, 依然对其忠心耿耿, 这样的忠义将军谁不想要呢? 排名第三的要属赵云。 赵云是三国中勇猛的武将, 对刘备一直忠心耿耿。 他们刘备从公孙瓒手下得到的大将, 公孙瓒死后, 袁绍也曾拉拢赵云, 但是赵云不为所动。 赵云在刘备军中, 一直担任着刘备的护卫, 保护着刘备的家人。 刘备兵败当扬, 走下口的时候, 赵云在长满坡面对百万曹军, 七进七出救出少主阿斗。 就连曹操也曾夸赞, 自吕布死后, 世上再没有见过这样勇猛的武将了。 就连刘备都被感动的, 将阿斗摔在地上, 生怕赵云丢了性命。 后来孙尚湘带着阿斗逃奔东吴, 也是赵云之身前往营救, 加上后来张飞赶到, 一起夺回了少主阿斗。 每逢战事, 赵云总是勇往直前, 不会是忠义无双的猛将。 可能这也为何, 大家这么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排名第二的, 要属庞德。 庞德自立名, 原本是西梁马腾的部下, 并且屡历其功, 永贯三军。 马腾被曹操杀害后, 庞德归属马超。 马超兵败之后, 庞德跟随马超一起投靠张姆。 马超不得已投靠刘备, 但是庞德依然跟随张姆, 后来曹操平定汉中之后, 庞德投靠曹操。 樊城之战, 曹操命于晋, 持援曹仁, 拥命庞德驻战于晋。 于晋曾向曹操打小报告, 说他与马超有交情, 有可能投靠刘备。 庞德再三立誓, 曹操才让其出兵。 战场上, 庞德身先士卒, 令人抬一口棺材, 声称不成功, 便成人。 庞德曾一见射中关羽, 害得关羽刮骨疗伤, 可以说庞德和关羽, 真的是棋逢对手。 但是, 关羽利用暴雨, 放水淹没繁城。 庞德和于晋全军覆没, 被关羽俘虏。 于晋主动投降关羽, 关羽因爱惜庞德人才, 劝说庞德投降, 但被庞德果断拒绝, 并且大骂关羽, 声称一臣不识二主, 况且魏王拥兵百万, 威震天下, 刘备根本不知一体。 关羽一怒之下, 将庞德斩杀。 曹操文逊十分悲痛, 封赏庞德的儿子为猎猴。 樊城一战, 主帅于晋投降, 而庞德却能杀身成人, 足见庞德忠义之心。 排名第一的, 要属关羽。 关羽的忠义, 天下无双。 自桃源三结役后, 他便跟随刘备四处征战。 简安五年, 二百年, 曹操征讨刘备, 关羽自下批出成救援被围困, 不得已投靠曹操。 但是, 关羽投靠曹操的第一个条件就是, 只要知道刘备活着的消息, 无论天涯海角都要追随。 关渡之战, 关羽斩炎梁文仇, 为曹操解白马之危。 威声大震, 北风北汉寿停后, 袁绍知道后大怒, 要斩杀刘备, 为炎梁文仇报仇。 刘备主动要求修书一封, 召回关羽为袁绍效力。 关羽接到书信, 不顾张辽阻拦, 曹操避而不见, 关羽只身带领两位嫂嫂, 刘北夫人, 前去投奔袁绍。 途中过五官, 斩六将, 最后又遇到夏侯敦, 关羽从不畏惧, 勇往直前。 这样的忠义的将军, 三国中可曾有第二个。 建安二十四年, 二百一十九年, 关羽命离方守江陵, 又令富士仁守公安。 关羽本人率荆州军北伐, 率军围攻樊城曹仁, 先后斩庞德降于晋, 威震华夏。 曹操惊恐万分, 急忙想着迁都。 然而, 司马懿却建议曹操, 连吴抗蜀, 并且承认荆州归属东吴。 同年, 吕蒙白衣渡江, 偷袭荆州, 你方复是人投降东吴, 荆州失守, 关羽父被受敌, 退守卖城, 并在逃亡一周的路上, 被吕蒙部下马中擒火。 关羽以及关平都被吕蒙杀害。 关羽去世之后, 因其忠义无双, 民间称其为关公, 历朝历代对其尊重万分, 守世人供奉, 清朝雍正时期, 关羽被尊为武圣, 与文圣孔子齐名, 为列吴虎上将之首。 可以说关羽的忠义, 举世无双。